海神渊大会已经拉开帷幕 在这场大会中 要说表现最亮眼的 无疑非霍宇浩莫属 在接斗笠环节 霍宇浩凭借雪地魂灵 轻松摘下树顶斗笠 之后在被女生选择环节 也收获了数量最多的千纸鹤 算是场上男嘉宾中人气最高的一位 宁天看上霍宇浩 自以为七宝 琉璃宗很厉害 也许正是因为霍宇浩太过优秀 在最终的原定三生环节 许多女生都主动向霍宇浩表白 其中就包括宁天 对于宁天 相信看过之前剧情的小伙伴都有印象 在霍宇浩一年级的升学考核中 她和王东潇潇就曾一起迎战宁天小队 七宝琉璃塔超强的辅助能力 给霍宇浩带来不小的压力 这次宁天表白霍宇浩 就是看中了霍宇浩强大的潜力和实战能力 能和这样一个人结为伴侣 对于纯辅助魂师的她来说 无疑是一种保障 另外在宁天眼里 霍宇浩出身低微 而她则来自窦罗超级大宗之一的七宝琉璃宗 并且自己还是下一任宗主继承人 以她的身份和七宝琉璃宗的地位 自己主动表白霍宇浩 她断然没有拒绝的可能 只会欣然答应 不过 宁天没有想到的是 她预想的结局并没有实现 虽然她看上了霍宇浩 不过霍宇浩却根本没有看上她 而是选择了名不见经传的王东儿 看到王东背景 原来提鞋都不配 看到霍宇浩这样的选择 一向养尊处优的宁天自然愤懑不已 在原著中 她甚至还向王东和霍宇浩提出了挑战 想要霍宇浩为自己的选择付出代价 不过 宁天没有想到的是 霍宇浩和王东都没有面上看上去那么简单 尤其是王东方面 宁天出生的七宝琉璃宗虽然很厉害 不过王东的浩天宗却丝毫不虚 早在一万年前 五魂殿横行的时候 作为上三宗的七宝琉璃和蓝殿霸王都差点被灭门 只有浩天宗五魂殿一直放着没动 从这里就能看出浩天宗的不一般 一万年后 浩天宗虽然隐世不出 但也不是七宝琉璃宗可以随意碰瓷的 其中浩天宗现任宗主大明和二明 两人单另一个出来 都是七宝琉璃宗惹不起的 另外要知道 浩天宗还只是王东 在人界的势力 而神界才是王东儿的大本营 单单一个神王唐三 在修罗神位和海神神位的加持下 王东可以说 都是神界背景最硬的人之一了 更别说 还有马红俊 戴木白等一众神纪长辈了 浩天虽然来自七宝琉璃宗 不过和宁荣荣并没有什么太大血缘关系 只能算是宗门后人 所以总得来说 王东儿不论是在神界还是人界 背景都完全碾压宁天 宁天自以为是的七宝琉璃宗 在王东面前 其实连提携都不配 大家觉得呢 王东 原名唐武童 是唐三小五之女 出生在神界 性子调皮捣蛋 在神界众神的宠爱下 变成了小魔女 绝世唐门一开篇 唐武童听到父母聊到斗罗大陆 觉得那里很好玩 便溜了下去 唐三知道后没阻拦 只是封印了女儿 关于神界的记忆 让她化名为王东儿 成为了浩天宗少宗主 交给大明二明照顾 王东儿 为什么要女扮男装呢 原因可能有两点 一是 为了避免烂桃花 以她的盛世美颜 要是女装进入史莱克学院 十有八九会引来一大堆追求者 届时有的麻烦的 二是 为了发展男女主感情限 不然她与霍宇浩该如何接触 一开始 不险山露水的霍宇浩 又怎么可能会去追她呢 王东女扮男装 一直扮到了霍宇浩 从日月帝国回来 此时 王东早已对霍宇浩产生了男女之情 喜欢上了霍宇浩 可是 霍宇浩不知道 王东是女孩子 只把王东当好兄弟 还对橘子产生了情愫 这让王东瞬间产生了危机感 王东带霍宇浩去浩天宗见家长 多次暗示 霍宇浩依然不明白 王东忍无可忍 决定借着海神渊相亲大会的机会摊牌 于是 在贝贝等人的帮助下 王东便回了王多 参加了海神渊相亲大会 霍宇浩在众人的助攻下 后知后觉 发现了王多的真实性别 得知王东是女孩 大家适合反应 首先是萧萧 霍宇浩王多的同学 萧萧与他们一个班 从萧萧一开始的反应不难看出 他对帅气的王东一见钟情 是颇有好感的 萧萧的确喜欢王东 不过萧萧很快就发现 霍宇浩与王东关系不一般 直到王东对自己没意思 就果断放弃了 后来 在浑石大赛上 萧萧与和菜头互生情愫 海神渊相亲大会 和菜头鼓起勇气 跟萧萧告白 成功俘获了萧萧的芳心 得知王东二是女孩子 萧萧很快明白了 她与霍宇浩之间是怎么回事了 接受愉快 于是两个人成为了要好的闺蜜 橘子知道的很早 王东去日月帝国找霍宇浩 带霍宇浩去浩天宗 路上遇到橘子陷入危机 搭救了橘子 霍宇浩还因此受了伤 在疗伤的过程中 王东冲在前面 橘子心思敏感 很快就发现了不对劲的地方 最终 橘子确定王东是女孩子 明白了王东对霍宇浩的心意 橘子很清楚 即使霍宇浩一时半 会被蒙在鼓里 但很快也会知道 相比于命运不能自己的他 一直陪伴在霍宇浩身边的王东 更为适合霍宇浩 因此橘子只能选择祝福霍宇浩 说实在的 橘子的人设本来挺带感的 身负着血海深仇 不惜一切代价复仇 均是才华卓越 具有野心 也有手段 做个反派再合适不过 可惜 借种生子的剧情 让读者三观震碎 也让橘子被骂惨了 最无法接受王东 是女孩子的 其实是孟宏臣 只因在原著里 孟宏臣被魂师大赛上 王东英姿飒爽的身影迷住了 对王东一见钟情 为此 孟宏臣去了史莱克学院学习 苦苦追求王东 搞得史莱克学院人尽皆知 孟宏臣一点也不在乎自己的面子 到了魂师大赛上 继续追求王东 莫诚想王东是女孩子 看到王东恢复女装 本来就被王圈打成重伤的孟宏臣 更加顺不过气来 晕了过去 不过 动画应该是把孟宏臣 喜欢王东的剧情给删了 也许这样对孟宏臣而言 也是一件好事 主角身份不一般 是爽文都少不了的套路 在《斗罗大陆》第一部里 唐三刚出场的时候 很多人 包括他自己 都以为他没背景 只是一个铁匠的儿子 只不过天赋不错 先天满魂力 双生五魂 一个五魂是锤子 另一个五魂 是标准的废五魂兰营草 随着剧情展开 大家才发现 那个锤子不仅不普通 还是天下第一器 五魂好天锤 唐三乃是好天宗的人 接着 曝光了 原来 他爹是大陆最年轻的 封号斗罗唐号 父亲身份够恐怖了还不够 唐三母亲的身份也曝光了 乃是十万年魂兽蓝营皇 于是废五魂蓝营草华丽一变 成为了顶级五魂蓝营皇 其他人也不差 除了马红郡奥斯卡 来自于普通家庭外 其他人都有自己的背景 戴木白朱朱卿 来自于新罗帝国皇室 宁荣荣是七宝琉宗的小公主 小五更炸脸 居然是十万年魂兽 到了爵士唐门时期 这个套路沿用下去了 这一代史莱克七怪 来历一个赛一个离谱 先说平民家庭的 也有两个 那就是萧萧和江南南 江南南可以肯定出自于平民家庭 与母亲相依为命 母亲身患重病的时候 江南南没钱医治 不得不与徐三世家族进行了交易 帮助徐三世进行五魂觉醒 这也是江南南与徐三世感情 经历坎坷的缘故 萧萧唐家三少没明说 很多人认为萧萧有着双生五魂九缝来移萧 和三生镇魂顶 怎么看都不像来自于普通家庭 可能也有背景 接着是贵族 这就多了去了 徐三世表面上来自于窦灵帝国 隐士宗门 事实上他拥有着皇室血脉 他的母亲乃是窦灵帝国的小公主 后来窦灵帝国危在旦夕 皇室无人可以担当重任 还是徐三世曝光了身份 成为了亲王 稳住了大局 和菜头的身份已经曝光了 他是日月帝国上一任皇帝的儿子 本来是名正言顺的太子 未来的皇帝 可是叔叔谋权篡位 和菜头全家遇害 他拼尽全力逃出生天 成为了史莱克学院的学员 和菜头后来恢复了徐和的样貌 成为了九级魂导师 为自己的家人报了仇 不过 他早已认可自己是史莱克学院的人 不可能再回到日月帝国了 还有霍宇浩 大家都知道 霍宇浩出生在白虎公爵府 乃是白虎公爵代号的儿子 只不过霍宇浩不愿意承认 最后 是两个身份最为特殊的人 一个是贝贝 他出自于蓝殿霸王龙家族 由于祖上规定 贝贝这一脉随母性 贝贝还有一个身份 那就是海神阁阁主慕恩的玄孙 因此贝贝就是在史莱克学院长大的 当然 这些人身份最离谱 也比不上王东啊 王东来自于神剑 叫做唐武童 是海神修罗神唐三 与修罗剑俏 小五的女儿 唐武童在神剑呆得无聊 溜到了斗罗大陆上历练 女扮男装入读了史莱克学院 与霍宇浩两个人展开了感情纠葛 最终 唐武童与霍宇浩洗劫连理 两个人都飞升神剑 结为夫妻 就是可惜了其他史莱克奇怪